欢迎光临鸿门家宴 尽情享用家的滋味 每个家庭都有令人回味的家传菜 鸿门家宴首创家庭厨艺对决竞赛 主打斗情斗智斗味 就是要寻找最能感动人心的家传美味 首先欢迎我们鸿门家宴的重量级评审团 欢迎 料理的秘诀就是和食材发生感情 我会用放大镜严格把关每个细节 家常菜食材简单 烹调就不简单 如何做出创意和品味 是鸿门家宴最大的考验 家常菜的美味关键是故事 品尝美味 品味每道菜背后动人的故事 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 受到观众朋友非常热烈讨论 真的 大家都在想说 好久没有吃到谁谁谁做的菜 好想念那套菜 其实主持了之后我也真的会跟妈妈说 好想吃家里以前做的菜 比如说你最喜欢妈妈做的哪一道菜 我妈妈其实很会做臭豆腐 真的吗 对味道蛮重的 但是很开心 那是妈妈的味道 所以妈妈味道比较重这样子 妈妈味道比较重 天臭 不想活了你 这个是个儿子干什么东西 陈掌柜你有没有特别怀念什么样子的家伤味 我最喜欢就是吃我妈妈那个 鳗鱼肝烧肉 我的体重好 都是鳗鱼肝对不对 我跟你讲可以吃三碗的饭 好快 好爽快 那欣灵姐呢 我也是干 就是那种我阿嬷很会用蚝瓜 包肉粽 好好吃 我们家也有那个蚝瓜 我这个身材也是因为就是吃三颗粽才变价 哈哈哈哈 那索外科是不是就是没有吃那么吗 我们家比较不常吃干 吃什么 我妈烧了那个金瓜米粉 真的超好吃 香甜然后又弹牙 现在好想来一碗 哇 所以你看 为了不要让自己有遗憾 为了不要有这种感叹 赶快跟你们家人学上一个好手艺 来参加我们鴻门家业 没错 我们最后的总冠军可以获得 价值高达100万元的奖品 100万 赶快来报名吧 好 接下来马上为大家介绍 今天参加出赛的三组参赛家庭 蓝色嘉辉代表 南港刘德华 黄登辉 带岳母跟小舅子参赛 感觉势在必得 非赢不可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黄色嘉辉代表 来自台南的宋依璇 带着妈妈跟姐姐前来挑战 女力报到来势汹汹 哇 演讲超高辉 真棒真棒 欢迎欢迎 接下来是我们红色嘉辉代表 戏剧一哥 江洪恩 弟弟是国际名厨江振臣 但据说妈妈才是家里最会做菜的人 先问一下我们黄登辉 为什么你要带着家里的人 一起来参加我们鸿门家宴 其实他们两个都还蛮会做菜的 所以你今天是来吃饭的吗 没有 我是要赢100万的 哦 这么秀 他在海口 自从我开始叫南港刘德华之后 他自己也取了一个外号 什么 我叫南港陈佳华 这是我吗 对 我住那一湖啊 在隔壁而已啦 对 我从小就在六合夜市长大 高雄吗 高雄 哇 东西好好吃哦 对对对 真的 六合路的商家全部都认识我 OK 真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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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 好 接下来是依璇 依璇你为什么要带着妈妈姐姐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呢 因为我的料理启发老师就是我妈妈 之前她都是住在高雄 所以比较少跟我们姐妹们相处 所以藉由这个机会 然后可以弥补一点 就是之前十几年就没有跟妈妈相处的这个时光 哇 好珍贵哦 希望你们今天可以在那边创造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谢谢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红恩哥 为什么带着妈妈还有老婆一起来上节目呢 我想到这个厨艺的话 比较容易想到弟弟们 江振臣 对 那不过今天呢 我把江振臣的老师 这个 名厨的名厨 跟我们家的名嘴 带到这个节目中来 名厨就是我妈妈 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 那这个名嘴呢 自从她嫁给我之后呢 如果我们回到妈妈家 就是妈妈烧菜给她吃 那平常在家呢 就是由我来烧菜给她吃 对对对 所以我今天就带了这个名厨跟名嘴 来参加节目 好 今天非常期待 我们的出赛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 没错 家传菜 比赛之前请各家分享一下 你们家传菜的故事 以及你们的美味秘诀 请端上桌 我们来各自看一下好不好 都看不懂 味道比较重 自己小心一点 是什么味道呢 这是扁鱼 扁鱼 然后跟花生 花生 那你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 这个菜是 他的岳杖跟岳杖传下 我岳父的岳父传下来的 也就是他的爸爸 对 简单讲 就是沙茶牛肉慧饭 然后这个沙茶就是 我们家的口味就比较特殊 所以沙茶是自制 自制 他就是主要是加了这两个 想把我家传秘方 传给我的女婿 对 他都没有考虑我的心情 我又没有想学 哈哈哈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学起来 因为这些美味如果以后 他再见的时候就没有 哈哈哈 吃一次就少一次吧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期待 来 再来问下一家 请问一下你这一个秘诀 是什么东西 手工臭豆腐 跟我妈妈加传菜一样 那就是要来比臭 对 我 可是臭豆腐达了 没味道 对 好像没味道了 对啊 我现在立刻让你闻到 你妈妈的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妈妈好晕啊 因为这节目他要变臭了 哈哈哈哈 我打开 好 这样闻就好了 哦 哦 妈 哈哈哈哈哈哈 那是一个梦到吗 哈哈哈哈 然后我闻一下 这 哦 这比我还臭 这比我还臭 哦 这味道真的 是不是真的很臭 我的妈呀 我们可以闻一下吗 很臭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养出的 你不要来着一个梦 哦 其实味道也一样 真的超级 这个才好臭 这个才好臭 哎 不要不要不要 你 你光是走过去我就闻到了 美味秘诀就是爷爷教妈妈这一道菜 妈妈教我做这一道菜 所以我就是 对 试图去找当初那个 真的很臭的那个臭东西 好 那今天主要料理的是哪两位呢 我们两个 哦 ok 所以你就负责吃就好了 对 好来 我们的洪恩哥 你们的美味秘诀是 其实这把刀呢 是这个妈妈的这个家传刀 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 是我们家传菜的这个炸肉球 这道料理呢 跟刀工有相当的关系 这个是从我奶奶她开始做的 因为我奶奶是印尼人 哦 真的哦 对 所以这个炸肉球呢 就是我们姜家的小孩 从小吃到大 太太也会做这道菜吗 没有 我还记事 今天就好好吃 没有 你今天不会 我今天也是来学习的 哦 但是你有吃过各种版本 就是先生的版本 跟婆婆的版本 谁的比较好吃 死亡题目 当然是婆婆啊 我怎么敢说 今天就是尽量咸啊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 应该 应该 好 那今天主要料理的是哪两位呢 我跟妈妈 哦 OK 好 非常期待你们的菜 第一阶段家传菜竞赛 限时三十分钟 每位评审会投票给自己 最喜欢的家传菜 票数最高的就是本阶段的优胜 是的 优胜者呢 可以获得一个特殊福利 对于你们的第二阶段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各位请放感情 用心地制作你们的料理 彼此加油一下吧 好不好 加油 什么好想力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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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鸿门家宴 第一阶段家传菜竞赛 就要开始了 计时三十分钟 准备好了吗 各位 好了 好 那我们就计时 开始 开始 我们要做饭嘛 哦 好尬的 你看那个家妈妈 她现在倒油 倒油她要炸肉丸 她的肉丸 她是用绞肉 不是用刀子去斩 蓝队现在也在处理扁 扁鱼这边真的好好小心 因为她如果 温度太高没有弄好的话 我觉得 胶味 臭味就会炸开了 姜家这边的肉吧 我蛮期待的 因为它材料很简单 那 它主要就是绞肉跟马铃薯 马铃薯应该就是为了 松软的口感 那如果你为了口感加太多 你的肉会太少 所以你要在口感 以及肉鲜味中中 抓一个平衡 这个 你那个要干嘛 因为我等下放臭豆腐的时候 吸水哦 放臭豆腐 你就直接洗 然后放在南面洗水 你去弄那个我来 葱我都洗吗 不要啦 我 你买这个葱那么细 米漆快OK 好也没得选了 尿尿有没有要离物的意思 妈妈她always就很紧张 你想到就是要住这就一直那种处于瞳孔放大那种状态 对就搞得我现在也很紧张一下子在流 哈哈哈哈 沙茶应该源自于我们潮州的 很多人都移民到那个南洋 我们现在普通话讲沙茶 用台语讲 沙茶茶 其实南洋用的沙茶茶就是我们的沙茶 难怪因为其实呢 我记得就是亲戚他们家的沙茶茶就是一定会有花生 你看江湖的说法好好嘛 对啊 江湖好厉害 江湖目前最合适 他真的超厉害 他们家就真的是开外挂 对 洪文哥你们这一对目前是感觉最俐落最和谐 对默契很好 而且你看菜都已经剁得超细了 这道菜应该一天到晚在家里出现对不对 一下课回来 我就炸这样一大盘 哦 现在这个是我们阿嬷传下来的那个最传统的做法 那我们家炸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家炸的方式就是沾蛋白 只有沾蛋白 哦 好特别哦 各位还有20分钟加油了 加油了 我第一次切鱼 我人生第一次切鱼 为了这个节目我 算也是非常努力练习的很久 你的进度感觉有点落后了 这样姑娘快就好 请问一下 蓝队你们的米煮了吗 米是我负责 你是太瞧不起我了 大家前面还有一堆米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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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蓝队你们的米煮了吗 已经在煮了啊 已经在煮了 那米是我负责 你是太瞧不起我了 他前面还有一堆米啊 对啊 你真的很远 没有 我要煮多一点 他跟我说不要煮那么多 我说这么多人 而且心情结代 你煮这么少 不要这样讲 成奖跪在 你还要把这个球拖过去 对 很幼稚 不要太细 好好好 好了 好了啦 好啦 好了 宋妈妈你在捏什么呀 我在捏做馒头 哦 臭豆腐要配馒头 对 爷爷吃法 对 所以这真的是爷爷的回忆 对 吃的是爷爷的回忆 真的是假传菜 爷爷是从 六十六 七岁来台湾 然后这个菜是因为 当时他小的时候 妈妈做给爷爷吃的 那爷爷是因为很想妈妈 因为回不去又那么年轻 只能依靠那个 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去模拟 这个是爷爷的回忆 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回忆 臭豆腐下锅了 手工臭豆腐 你看他用的料 其实都比较好想象得到 如果让我们吃到 新的风格跟新的味道有印象 我觉得是蛮难的 南港刘德华开始认真起来了 安静了 我觉得我可能是鱼肉切太大块了 所以他 不会 我是觉得鱼浆会太少 不会 不会 一次只能一条 有一些大有一些小有关系吗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担心 我看那个电视都会这样子 你现在就在电视里 时间剩下15分钟 今天臭豆腐水的含量比较高 所以我说叫你压一下 对啊 你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啊 因为我看下面出水的状况 你白痴 他现在把马铃薯倒松 对 他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亚洲的 可乐饼的做方法 有那个马铃薯 其实他们在做这个丸子里面 这个妈妈的味道 非常非常浓郁 他是在把材料混合的 对 妈妈已经在那叮叮叮叮叮叮叮 跟他做多大 妈妈好棒喔 其实这个会让我想到 我奶奶小时候做的客家肉丸 你会这样甩那个肉 对 因为它才会黏紧嘛 对 然后可以把里面多的空气排出来 排出来 他加那一锅是什么 他说只加蛋白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要先把这个加上去滚 琪妈你用的是什么肉 牛肉吗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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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很奇怪 琪妈你以前是开牛肉汤店的 对 台南现宅的 现宅 对 很慢 溫体牛 溫体牛 好 姜果肉丁好帅喔 你看他摇珍珠奶茶 我好想看你爆桥还这样哄他 他哄布奶 不要 不要 剩下最后十分钟喔 加油 我把它太大了 又不是棒球 臭豆腐的味道 臭豆腐的味道 吃吃看你 妈妈的臭还是他的 好 这还没调味 好 还是蛮臭的 对 好吃 好吃吗 妈妈还是在家好了 毛豆下去了 臭豆腐那边 他肉丸子起锅了 好美喔 像这样的肉丸要炸多久 三五分钟 差不多 沙爹下去炒牛肉了 好了 他这一锅要起锅了 其实还要再有点太白粉 太白粉水还没有用 炸肉丑好了 炸肉丑好了 对 我知道 臭豆腐好美喔 那颜色 时间剩下最后五分钟喔 现场的朋友 剩下五分钟 该收尾的 该怎么样的 要赶快把握囉 真的 时间不等人喔 光闻那个味道 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 看后面的调味 只是我觉得 豆腐是满嫩的 炸肉王也太美了吧 这个放钱回家吃这个 太满足了 可以先试试看看 真的 油润有余 还不错 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么齐心 协力地做一件事情 他们在家里也会这样子 一起做菜吗 很少 时间剩下两分钟喔 时间到之前要把菜 端到中间这个圆桌上 选手们装盘前 记得试一下味道喔 那你有什么 你看他 你一分钟 你看臭豆腐的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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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你就不漂亮啊 好吃 我喜欢 我觉得真的是 小朋友会很爱的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好吃喔 到处10秒分前 现在是30秒 30秒 快点 要撞到桌前 紧张喔 快点 10 快点 快点 快有多少 8 7 7 6 5 5 4 再快点 4 快点 一起了 1 時間到 好 刚好 很厉害 好更強 好強 好強 看起来 很厉害 谢谢 辛苦了 第一阶段的三道家傳菜 已经在我们评审面前了 马上来进行试吃 首先有请蓝色嘉辉 黄灯辉家族出列 女生 敬礼 好 敬礼 来 请评审试吃 好 琪妈你觉得 灯辉是来闹的还是来帮忙 她是来闹的 我今天如果没有冻 虽然都是她害的 我今天 其貓 为什么你坚持把虱目鱼 绝成后来放到鱼丸里头 因为我们家的小孩 小孩有时候不喜欢吃鱼 然后就把那个打成鱼浆 把虱目鱼这样圈一圈 他不知道里面有鱼 然后她都非常喜欢吃 但其貓 我对你非常好奇 你要征婚就对了 怎么了 你又要征婚就对了 对你这样好奇 请问你的三维师 你不是问这种东西啊 你这个沙丁 沙茶盖饭 跟这个汤 在什么样的概念之下 你做这个赛 我爸爸说 每个人都要吃三层肉 才不会便宜 蛋白质 然后吃猪血也可以清茶 配这个汤 刚好可以很清爽 这个汤非常非常清爽 这个鱼丸 能够做到这个样子不容易 哇 我真的 掌坏了 然后我做了 哈哈哈 你看你去他的耍毛 对对 我看你的耍毛 琪妈妈真的 难怪你的肤色这么好 哎呦 我给你这个掌声 我给你掌声 哇 很棒很棒很棒 接下来请宋依璇家族 我爷爷思念他妈妈以前 在家做的这个味道 那时候只买的到臭豆腐 但爷爷那时候不知道 绿绿的那个豆子到底是什么 对 最后我们发现 真的臭豆腐其实加上毛豆的那个脆度 真的好好吃 你们三东人是吧 三东人 是 那个豆子啊 帮你平反一下 用姜豆 姜豆 腌过以后再加点虾米 这个味道 完美 要试试看 吃起来 我有感受到你们想把那个焦香 Campong的地方带出来 但是在对上馒头吃 在调味上 我就觉得比较保留 我要再想看看调味的部分 下酱油的时候 我们没有先特别去尝看看那个酱油 到底是咸还是甜 所以那一道臭豆腐就是 不只没有香臭味 然后也没有咸味 现在有请江洪文家族 那个大个头是洪哥的对不对 对 然后小个头是妈妈的 妈妈 所以刚刚洪哥摆盘的时候摆完 妈妈还不是很满意在重摆 对 洪哥是不是有在打棒球啊 对啊 所以你就把丸子当棒球在捏了 因为他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 妈妈一直说 你不要把他当成棒球 对啊 太大颗了 对 嗯 哎哟 新年姐发作了嗯的美味声 哦 哦 又欧巴一声 嗯 他们这个比让我想到台湾炸鸡店里头的 呱呱包 哦 那个香味跟那个酥的感觉 而且你外面只用蛋白对不对 对 为什么可以那么酥 好香哦 光用蛋白这个做法就让我吓歪了 我本来以为会很无聊 我还想说没有裹个粉会脆吗 但我没想到只裹蛋白 脆成这样 而且还吃得到肉香 只不过如果要挑剔的话就是 我觉得火候好像差了一点点 但是 其他的调味真的是非常地棒 谢谢 谢谢 很棒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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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第一阶段 评审更喜爱哪一家的家传菜呢 索爱柯 你的选择是 江架 哦 恭喜 恭喜 陈掌柜 你的选择是 啊 耶 恭喜 哇 恭喜恭喜 够一跳 好难过 压力又来了 欣灵姐 你最后的决定是 江架 我最后的决定是 好 炸肉球出现了 现在来听一下凭什么 为什么你们最终做了这个决定 其实对我来说 江架肉丸的材料真的很简单 就三五个而已 但是没想到可以把肉鲜味 表达得这么完整 就是我在吃炸肉球会最在意的地方 所以我帮我这一票投给江架了 真的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在吃完之后 我有翻到他的食堡 我想要回家做给我的小孩吃 哦 好 谢谢 再次恭喜我们 红色家围张鹏家族 得到我们第一阶段的优胜 恭喜 好的 马上进行初赛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 指定食材 没错 指定食材料理竞赛 考验每一家的手艺跟默契 限时四十分钟 评审会根据色 香 味 给予一到五颗星的评价 是的 那我们究竟 第二阶段的指定食材是什么呢 请揭晓 那是什么 究竟第二阶段的指定食材 是什么呢 请揭晓 绝对是意想不到的 我们两个想法完全就这样 那是死定了 这也太难了吧 第二阶段指定食材 就是鰻鱼 鰻鱼的营养价值很高 富含维生素A跟E 对于预防视力推化 保护肝脏 恢复精力 有很大的益处 你要怎么痛 洪文科表情怪怪的 因为他不吃鱼 不吃鱼 我很怕鱼 他鱼的点是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 妈妈一直强迫我们吃鱼 然后我有一次被鱼刺到送医院 所以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不敢吃鱼 今天就是世界民族宅在我们手上的事物 利弊的都是游泳尖价 那刚刚的第一阶段优胜家族是我们 江洪恩家族 来Dino为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让他们获得什么样子的特别福利 好的 在第二阶段可以获得特别的福利有三种 第一种 多一点时间 就是呢 烹煮时间可以增加三分钟 照着食谱做 我们提供索爱客的食谱让你们照着做 神啊救救我 救救我就是你可以指定某一位评审 下来帮你们做 做两分钟 你们的选择是哪一个 主厨们棒 主厨们吗 神啊救救我 那今天有人要下神台了哦 那因为呢 我们第二阶段有特殊福利 当然也有特殊赛制 这个赛制非常特别 就是我们家人要进行盲测 也是我们鸿门家宴 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以家人关系人现在请离场 直走右转不送 拜拜 拜拜 我们鸿门家宴第二阶段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三家参赛者 你们要利用这个指定食材 做出一个是白麦 一个是卢麦 两道令我们评审惊艳的料理 还有一个重点是 因为你们的家人要进行盲测 所以你们的料理 记得要让他们真的可以吃出 那是属于你们家的味道 所以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可以从现场的配料箱 还有冰箱里面 拿到自由选用你要搭配的食材 还有调料这样子 限时40分钟 计时开始 白麦跟卢麦 对 对 烹调有什么重点 肉质上的话 白麦比较接近我们常吃那种 日式的普烧 鳗鱼饭 对 它的味道比较细 肉质也比较软 卢麦的话 比较直接地气 它就是也比较雄狠 卢麦它的皮更更厚 所以你料理的时候 就是你要狠一点是不是 要盖过去它的味道 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卢麦 比它更大 对 了解了解 卢麦的用老姜片 茶油去煎 直接煎 就抹一点盐巴 没有老茶油 用麻油去煎 多好吃 只要食材新鲜 这样子做就很好吃了 烤炖的其实台湾人也蛮爱的 要炖卢麦 40分钟的时间 烤肉会差一点 刚刚那个江桐生家族 他们特地就拿了中药食材 结果大家好像都跟进 领头一行 我们是不是要请主厨 告诉我们 另一道菜是要 我看你 你刚不是一个弄三杯 一个弄汤吗 可是三杯没有酒蒸汤 他应该找我们一下 应该新的就要找 告诉他怎么弄 就比较快 我们去提醒他好了 谢谢你 我要切片 你们已经很清楚自己的方向 清楚了 刚刚已经达成共识了 所以你也知道 你哪一个阶段 先好请师傅来帮忙 是的 我说有两分钟请主厨 我说先下来问 那条油我不喂 他说没有了 不用 不用现在 其实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你光是要去摸那个鳗鱼 对 那个凶凶的条状物 我觉得真的是蛮惊的 切刀还是直的 这样 它才是 小块一点 这边 大块一点 这边 对对 你手受伤了 你是不是切到 对我刚切满 因为我不知道那么滑 然后一切下去就是 抓的时候我觉得滑滑的 我已经觉得好有心哦 然后就是一个闪失 就索性连手也切了 最担心的不是伤口 而是一整个就是 我比赛我还是要继续 直接随便扯了两张那种厨房纸巾 我就是一直这样子压着伤口 然后继续 继续操作那个鰻鱼的 对 也就是太紧张 跟对这个食材 真的完全不了解 需要救援一下吗 没有没有 没关系 还可以吗 那厨房有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意外 请小心 好 谢谢 对于这样子的食材 有没有觉得吓一大跳 真的吓到 我从他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的东西 完全没概念 那你们打算做什么呢 呃 白曼我想用炸的 黑曼想要来个 要散炖一下 好 麻烦 来来来 我不要太烦 我不要太烦了 你意思吗 对 它这样河长非常快 它现在已经开始开十分钟 它已经开始炸了 琪妈你好优劣 耍起来哦 琪妈 开那个鱼完全没有在怕的 我觉得琪妈 你是不是应该有料理做这种东西 没有 我觉得你开餐这个鱼 你都有经验 真的 因为卖鱼的它的刺很多 因为我觉得那个鱼要杀嘛 因为如果说你要做红烧的 一定要杀 而且卖鱼要杀很难 我就用我的60年工 我就用我 我就是用我 你这样人家知道你60几岁 是吗 它已经下锅在炸了 你知道为什么 不会在这边炸吗 我就是怕接到手 你接到手让岳母来 对 好 不过 这样是对的吗 这就是炸 这是可以放炸好吗 求救那个主厨帮我们看这个配料 炸好配料要 你可以前来做两分钟 不是说配料的问题 要有东西要有配料才好吃啊 我们要求救 好 求救了 你要求救 请成掌柜 掌柜 掌柜请出动 掌柜 第一次要下神坛了 真的 仔细看喔 掌柜最帅就这个时候两分钟 好 翻顾一下好吗 好 翻顾一下 手提高 说得太慢了 计时两分钟 从开始碰到太慢了 今天妈妈想要请教说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假设要油炸 然后这个 下面 稍微煎啦 红色油放太多了 这个姿太多了 把这个油倒掉一点 倒掉三分之二的一点 有没有葱 没有 柠檬有没有 柠檬油 OK 好 我开了吗 开了 我可以开了 直接用手 开大火 剩下一分钟喔 掌柜 上下 柠檬油到最后 熟成了以后放下去 搬的时候 起锅的柠檬油就 跟那个泰式料理一样 然后在这个 洛杉磯放下去 整条放下去 一起煎 师傅 还剩30秒 对切 不能这样切 对切 对 就那个 8 7 6 5 4 4 3 2 1 诶 宋家也开始炸了 三竹的煮法有点像 不是他们白曼用炸的 都是用炸的 白曼的肉吸到炸了 有点可惜 所以你看这三道菜都一模一样 请问家人要怎么分出来啊 等一下啊 你们现在有什么秘方 可以让姐姐吃出来你们的 味道 我就直接就跟妈妈讲 看到我们要回家吃饭 你觉得你想做什么 我们都会很喜欢 你就照这个路出去 你自然就会做出一个家的味道 对 妈妈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的媳妇一口吃出来 就是你们家的菜 就要看默契了 应该就是好吃的味道 好吃的味道 那万一没有猜出来怎么办 加把事后 加把事后 下死了 哇 鰻鱼用奶油 你真有创意 还没调味 还没调味 有腌过而已 我炸的 怎么了 听到对面好像有要做汤 偷听到 我们本来要做汤 马上把汤改成面 真的吗 好 那我帮你过去讲一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秘方 就是家人之间的默契 你觉得你的弟弟一定马上可以吃得出来 这是你们家的菜 因为他做东西口味都很重 所以等一下他会会 怎么这么咸啊 可是如果太咸的话 评审会不会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都要考量一下 我觉得它是咸得刚好好吃 这样子 剩下最后十分钟 宋哥看起来 宋哥你满脸狐疑耶 宋哥 对啊 你从看到鰻鱼之后 你就满脸狐疑到现在 太可爱了 就是人生疑惑了 太可爱了 原来的美丽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的傻偷到哪里去了 有 马上就回来 OK 好 要不要擦吧 行吗 你筷子要洗一洗 你们我们吃你的口水不行 搞不好口水是美味的一部分 有 口水是调味料吗 我吃面条而已 我吃面条没有沾到筷子 虽然我刚刚这样看他们一开始 大家都选个用炸的 可是后来之后他们发展出 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还是可以让家人吃出他们的味道 嗯 时间剩下最后五分钟喔 来 各位选手 最后的摆盘也很重要喔 你在所有盘子上的装饰 都是味道的一部分 不要为了装饰而装饰好不好 他们现在不 一半的人没有听听 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在讲话 人家太慌张了 我觉得他们好可怜 压力声大 你拿筷子 我先吃那个味道看看 要分两盘来 红翰 要分两盘 那你这个太大了 要分两盘 太甜了 那天啊 为什么那么甜 其实跟那边有没有吃 很厉害 很厉害 不要分两盘来 红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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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分两盘来 你这个太大了 不要分两盘 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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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么甜 太甜了 为什么那么甜 起妈那边好像是台南的扇鱼面 又进来出场了 对 好 宋哥开始摆盘了 而且他摆盘感觉很厉害 那个茴香稍微煎一下 宋哥 香蕃恩家族的第一道菜 已经摆盘完成了 我觉得旁边要再加一些什么菜 比较漂亮的 它这个颜色看起来 还蛮像地中海菜 好快喔 剩最后一分钟了 时间要大了 我真的是没办法放到这里摸 谁 你知道番茄像白一圈吗 太小了 你拿 太小了 太小了 少了一个姜味 对 好快喔 倒数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秒钟 辛苦大家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辛苦了 辛苦 是的 我们第二阶段的指定食材料理已经完成了 究竟三家的鰻鱼料理会得到我们评审 什么样的评价呢 请蓝色嘉辉的灯辉哥一家 这个面叫做 七上满下 七上满下 为什么 因为鰻鱼在七味本的下面 七上满下 七上满下 另外倒是用炸的 那叫满天过海 满天过海 七上满下 好特别 你们这两道菜 很不容易 真的 你唯一美中不足的 你的摆盘太复杂 有点花舌天竹 本来我对你这两道菜 我期望很够 但是伴在你 原本我妈说不要那么滑 我就不行 我们这个摆盘会是平分的标准 应该是要听妈妈建议啦 摆盘有点 太复杂了 真的味道是不错的 所以真的好吃 对不对 很棒 好 谢谢你们 请回座 接下来请宋哥家族 湯就叫暖心炉曼汤 然后它也就叫照烧肉麻 我觉得你卖相跟白盘上 宋家的这一道 白曼真的表现得很好 是漂亮的 把米粒香煎过 我觉得看起来 又更完整一点 味道很不错 心灵姐喜欢吗 很好吃 很恐怖 蛤 为什么很恐怖 因为其实我刚看到他们 在试汤的时候 他们自己试完就 他自己讲说没味道 然后我就发现 他开始去找很多食材要加进去 可是好像没有找到 对不对 没有啊 没有找到吃了 所以我觉得他就忠于他的 所谓的无味道 不是我们要 我讲不好听一点 就是他现在有点像是 鱼水 就是鱼跟水完全是分离的 对 因为我一吃我就觉得 完了 这两道菜 你不管怎么烧 怎么煮 怎么蒸 三十分钟以内 你绝对完成 你不要炖汤 你拿到红烧的话 你都会来得及 红烧啊 你这个汤呢 炖的时间不够 药材的味道没有炖出来 焦质又没有出来 这个就是代理 接不接受 接受 接受 公司感受不接受 对啊 不是 还是给你个鼓励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洪恩哥一家 白麥的部分呢 凝香白麥 柠檬的 柠檬香 因为最后有了这个 柠檬的这个画龙眼睛 那再来这个药膳呢 就很直接了 药杉曼鱼汤 洪啊 来来你上来自己喝喝看 你们有喝过 汤的味道吗 非常难喝啊 非常难喝 妈妈一直这种味道 真的 你不要走 就在这里喝 你喝下去喝喝看 那告诉我味道 太甜了 为什么会这么甜呢 我觉得是 红枣 红枣再甜 没有咸 没有鲜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这汤是甜的 对啊 我也说为什么这么甜呢 你说红枣是没有错 你炖到极度的时候 它是变甜的 没有错 但是你这不是 你这红枣还是 里面的枣心 还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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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还没有裂开来的感觉 对不对 跟乒乓球一样 所以呢 一定臭吧 鹽跟糖 弄错了 这道汤啊 你是可惜了 可惜了 那个下来经过我的指导的 我是很贊成 那当然不可能夹自己招牌啊 你真的 成长柜 你这个人的为人 有私心啊 欣妮姐你喜欢吗 我想说妈妈 你为什么要一整只这样下去 因为我们以前婆婆煮给我熬汤 都是 鸡也是一整只啊 麦也是一整只啊 真的耶 感觉好像一整条就在里面了这样子 那这道呢 这道就是表现得很好啦 毕竟有掌柜这样 但我也不想让她太骄傲 所以就 就这样 果然主厨 最近还是会有一些精进啦 直接照进啦 好可乐 好的 第二阶段 评审会根据色 香 味 给予一到五颗星的评价 究竟哪一家的料理 更能够获得我们评审们的青睐呢 在煎 炒 是三家都差不多 我觉得是姜家比较强 在汤内来讲的话 因为宋家跟姜家有汤 都是失败 但外家很可爱 她把一个很好的食材 然后弄得很平民 其实应该把它特色弄出来 但是 我觉得姜家的好处是 她真的把它弄得很高档 可是重点是 她的汤是甜的 三家的白曼都表现得还不错 可是这三家的卤曼 我都觉得有一种 我说真的不知道她在吃什么 特别是姜家的 我刚打开那一锅汤 我想说这是华西街 怎么会有真伪色 那决定 那大家同意 鴻门家宴最关键的盲测时刻到了 自家人能不能够尝出自家人的味道 这才是我们胜负的最关键时刻 这也是鴻门家宴的精神 究竟能不能因为家人而逆风翻盘呢 说明一下规则 三家人菜都在你们面前 每一家你都要吃到 你觉得是你们家的菜吃完了以后 就站在那个号码的后面 你们有信心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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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得长一模一样 对啊 那你们有没有信心 没有 但是我跟你说 真的要细细的品尝 因为呢你吃对的就是加一颗心 吃错的就是减一颗心 好严重喔 好 那我们盲测时刻 开始 请试吃 先闻一下 好 已经有人吃下去了 要认真一点喔 好好感觉 感觉 有没有吃到家人 太太刚刚摇头了 你看 皱眉头 这什么东西 这很难吃 这怎么了 这什么 你会咬动的感觉 感觉真的是 红门虾眼 里面有好多好多危机藏在里面 对不对 好 来 第二道 好欣赏喔 欸 姐姐有一些微妙的表情 可以吃啦 不要担心 哈哈 因为那个表情很狐疑 有没有 他们一定以为只是观察者来 不用做菜最轻松 没想到 好 压力最大 知道吗 好 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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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来 最后一道 最后一道 江大勺好像有感觉了 有吗 有吗 这汤 怎么是甜的 怎么是甜的 我们也曾经怀疑过这个问题 有 李小弟 什么啊 李小弟的想法 好 猴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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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猴主还是猴主 那回去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家庭酒币 失去家人 有 心里有答案了吗 有 好 请站在你认为是你们家料理的号码 后面 好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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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提示哦 你们都不能提示哦 没有啊 声音也不要乱出哦 刚好都全部不一样耶 好 我们的家人 已经选定了号码了 现在就是要公布答案的时候 没错 我们先由哪一个号码开始啊 先从这个好了 这个跟其他两个区别最大 究竟我们李小弟有没有选对 有没有吃出家人的味道呢 三 二 一 究竟我们李小弟有没有选对 有没有吃出家人的味道呢 三 二 一 恭喜 怎么吃不来的啊 你告诉我们你怎么 你是哪一个关键的时刻吃到的 小时候我妈有煮这个面给我吃过 哦 微微辣辣的 你煮汤就是吃过 儿子可能吃不出来 他就叛逆啊 他听到人家煮汤 他就马上改 就是他煮面的那个口味 就真的是被他吃出来 是妈妈的味道 哦 果然是家人啊 哦 不能断绝母子关系了 好可惜哦 好可惜哦 恭喜你 你可以为你的家人加一颗心 恭喜 那接下来 紧张了 这个连我们都看不出来了 因为我开始洗鸡皮疙瘩了 我们一起揭晓 好 3 2 1 哇 所以他们两个猜错了 要捡一颗心 这个是白色 没有 没有 你刚刚 他跟你说了一个关键词 对 你刚刚说了一个关键词 那个汤怎么那么甜 对 就是那个甜汤就是你们家的汤 对 对 他把汤甜甜煮了啦 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 因为我跟想说枸杞 妈妈煮汤的时候都会加枸杞 放枸杞 我也是一个暗示 所以呢 所以这是我们家做的 对 你不敢相信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选他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要最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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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你 你给我滚出送家 不是啊 这个鱼挺好味的也太太棒了 真的 你现在出去 你出去 哎呀 就是我妈是男男人 她可能不小心多放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好吃 是你们家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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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可惜 我是觉得你可以帮你打 你们就是干脆 煮出家门 好了 我觉得我身为家里面的大姐 我以后应该 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 可以糖 不知道说是我们那个中药材 放的太多 然后还是把那个 鹽巴太极的状况 之下把它放成一只糖 所以应该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 汤是甜的 就会想说 妈妈不可能做出这么奇怪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所以我一喝我就想说 她才是甜的 师之好理 茶之千 他们要各扣一颗心了 那究竟 这个最后的心术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会我们来揭晓 鸿门家宴即将产生第二个出赛的冠军 出赛冠军就会晋级复赛 然后有机会挑战我们的总冠军赛 最终的总冠军家庭呢 可以获得价值高达一百万元的奖品 其中包括了和莲家店提供的便平风冷无霜 直立式冷冻柜 还有许多的精致好礼 为你们创造更多处于家的美好时刻喔 是的 现在就请Dino来进行盲测的结果 好的 不要加错了 不要减错了 蓝队 蓝队 黄灯慧家族 加一颗心 然后呢 是我们的黄队 黄队跟红队各减一颗心 不知道到底结果会如何 好紧张 好 那接下来就要请我们的评审团来揭晓 结果的 究竟每一家的料理可以得到几颗心呢 好紧张 请评审 揭晓 一颗 都有一颗心 至少没有煮得那么难吃 都有一颗心 第二颗 兩颗 有两颗心 第三颗 所以 没了 没了 没了吗 所以我们的红队赢了吗 红队赢了 红队赢了 有 情感队 第四颗 还有我们第四颗心呢 有没有 没有 这里没有了 这里啊 我锁好了 恭喜 恭喜 所以恭喜我们的蓝队王灯辉家族 跟到我们出赛的幻君 恭喜的幻君 恭喜的幻君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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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家人才是真正的关键 我家已经把那个冰箱 一百万不行 还赢第一关 后面还要很多关 还有信心啊 冠军 好 恭喜你 再次恭喜我们黄灯辉家族 恭喜 继时 开心 这是一个竞赛 对你们都抱着高度的期望 她说法很熟悉 可是她还很多 都只这样子 这个菜很普通 菜很可惜 如果我是你的爸妈 我应该会非常地骄傲 我不要以身相许 指定食材就是 天啊 自家人能否吃出自家人的味道 才是我们胜败的关键 根据我多年办案的经验 有没有吃到你儿子的指纹啊